没想到就是对方今天会这么理论 所以让我们完全忘掉 之前所有的说过的和准备好的东西 好好来想一想 如今刚才讲的 以及前面三位讲的 意义贯之的核心是什么 第一个最关键的词是好奇 好奇害死猫 这个钩子今天就在这了 你要不去 你不见他一面 他老在心里挠你 你这日子也没法过 你以为见他一面 你不见一下最适合的人 一打开答案就写在上面吗 最适合的那个人 从来不是你心里的钩子 你心里的钩子是 跟他一起过日子是什么样子呀 今天那个推送弹出来了 然后我去跟他约了一次会 我看了他一眼 你好我见到了 我心头的困惑就解了吗 我就知道你长这样 谢谢我走我走了吗 这才是钩子 那个脸本来没有具象 是一团迷雾 也许三到五天就自然消散了 现在他具象成了一张脸 你就会开始跟他聊 你会说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你什么工作呢 你性格怎么样 你很温柔 你会在想 大树菊匹配我很温柔 大树菊原来知道我喜欢温柔 他是不是真的很温柔 今天没太发现他很温柔 那要不要再见一次呢 你好奇的是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你好奇的是 跟一个最适合的人一起过日子 是什么样子 你以为见一次 你以为这个纸条打开答案就写明了吗 不 这是俄罗斯套娃纸条 马老师今天把这个纸条打开 没有结论 只有下一张更小的纸条 然后再打开还是一张纸条 马老师你就来一直打吧 其实我客观来讲 当这个APP出现的时候 这个钩子已经在了 你去或不去 它都在 不是你去了 见一面好奇心 碰碰然消散 你全都懂了 你了解了 你可以放下了 你见一面你更放不下 你可能会想的是下一面 那如果这面有些小矛盾 那可能是我没处理好 我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再调整一下我们的相处模式 那个最适合的感觉 我是不是就可以体会到了 现在这个好像也没那么适合 你看 就颜色到你刚才说的第二件事情了 一段幸福的爱情 你会相信它一直幸福下去吗 我也不确定它会一直幸福下去 但如果你在那段爱情当中 我希望你相信它会一直幸福下去 明白吗 因为如果连你都不信 它一定不可能延续下去 你已经身在幸福之中了 现在恋人问你 我们未来会不会一直这么幸福 你说 不会 因为你看 你不是我最适合的 你想干嘛 你真的在一段幸福的爱情之中吗 然后才是如今前面说的第一个观点 说就是一个约会 你就怕这么一个最适合的人 轻易地戳破了你一段 原本就非常坚固的爱情 不 我不是害怕爱情被戳破 我是害怕这一次约会会带来伤害 伤害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造成伤害 我说了根本不算 约会这件事情性质到底是多么严重 爱情当中的那个人才算 他怎么理解你的这次行为和这个选择 以及他知道你这个选择之后 在他心里造成的影响 才是我关注的事情 如果我真的是那么爱和那么在意一个人 我连一次可能会造成 对他造成伤害的机会 我都不愿意拿出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大数据忘掉 假设我跟我打爱情 现在恋人关系特别好 然后有一个兄弟站出来跟我说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真的超适合你 我们发小 我二十多年我无比了解你 这个女孩真的超适合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她约个会 然后我在心里跟自己讲 对 我们现在的爱情非常的坚固 你相信我 我去见她绝对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 而且约会嘛 都是吃饭 我约了一辈子会 全是吃饭 我跟你说真的 相信我绝对不会干别的事 我就去了 我当然可以像对方那么讲 他信不信呢 信不信呢 你说了他就信了吗 如果他不信 他心中会不会有裂痕 会不会有伤害 会不会有芥蒂 这个芥蒂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原来就很幸福的感情 如果有 当我预料到这种伤害 是极大概率发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 对方前面两位一直说 如果我是伴侣 我是希望他去见的 这点我赞同 但今天这个题目是第一人称问 我要不要去见 我理解当中 真正非常幸福的爱情是 你的对另一半希望你去 而你坚定地跟他说 我不去 这才是应该有的态度吧 今天的变题 不是一个第三方视角 问伴侣要不要你去 而是伴侣现在就让你去了 你去吗 我的伴侣可能会很体贴 我说没关系 你去一下 我很相信 我很坚定 那是他的说辞 他内心心中真实的想法呢 你真的去啊 那种失落不是你们所需要考量的部分吗 所以我们现在即便把大数据所有的都放开 就是一段幸福的爱情的本身 我们最后的分歧就在于 对方不太相信一段幸福会一直下去 而希望多见一见 而如果你真的在意在幸福的感情当中 我们的建议是 你一定要坚定地相信 一切都会幸福下去 所有有可能影响这种状态的事 不要去做就这么简单 谢谢 谢谢各位